11月25日 湖南诸州47岁的高先生 在地理出草的时候 被眼镜蛇咬伤右手食指 成功止血后 用切割机将手指切断 这时才想起来去医院 这是大第三次被毒蛇咬伤了 诸州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表示 高先生的方法不可取 被眼镜蛇咬伤后 48小时内只要注射血清 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最好的注射时间 是在4小时内 虽然是月初发生的事情 看到了还是要讲一下 4月5日 在上海嘉丁一家医院 王某从医院脱走三部手机 后来被警方抓获 我们来听一下王某是怎么说的 据外媒CV28日报道 西班牙摄影师 杰西加西亚 在治理旅游的时候 拍下了火山爆发时 岩浆与闪电交错的画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图片也让他在阿尼庆年的爱卜生 国际传景摄影不在上获奖 我只能说一句 何妨道友再次读解 4月26日 广东汕头 一个外卖小哥跑着进披萨店取餐的时候 玻璃门直接睡成渣了 小哥手里还握着门八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要说一下 荷兰的一位老爷子 克劳斯维克 早些年的时候 在海滩发现了三个片流屏 发现每个片子里面 都有一封信和回信地址 于是他给每个地址回了信 然后收到了三封回信 这段经历让老爷子心智大发 于是从1983年开始 坚持收集片流屏 收集的数量已达1200个 4月27日晚上 几名青年从饭店吃完饭出来 看到路上有发光的网红气球 就买了六个 喝了有名男子抽烟的时候 不要硬把火星溅到了气球上 结果气球一个接一个全炸了 几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有两个伤势较重 可能会留下伤疤 住居到了中午的提升洗脑环节 浩然 站起来 最近一个最乖的动作 脚印 左手六 右手七 这几个没搞 左手七 左手七 右手七 好走走 看完了大家也看一下吧 看看你这句话 我又看了一下上去的封面 我心裡很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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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瘋